台灣新冠確診和死亡數 恐怖攀升 台北市長柯文哲重炮中央 再沒有足夠疫苗 會到私上慘重的境地 如果按照這個情形 拖到9月初你知道嗎 只要一解封那個是不得了 那感染數字一定爆發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都會引路這樣一路死下去 美食衛生局疫苗 如今已憑不慎 柯文哲罕見點名蔡英文 蘇貞昌痛批別再說空話 只要告訴我 你買的疫苗在哪裡 蘇貞昌到底是說 今年什麼時候疫苗會來 現在幾月了 蔡總統又呼籲 疫苗政府買了三千萬劑 已經拖太久了 到底你是要 到底你講清楚 你schedule是什麼時候 蔡政府等美國給疫苗 但AIT卻放冷箭 說台灣確診人數低 柯文哲要蔡政府快行信 來一桌也吃了 軍火也買了 所以 在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才死11個人 還不算多 台灣的狀況 台灣自己要去解決 大陸願意提供疫苗 但台灣說不 要全民等國產疫苗 等到8月底 柯文哲說 小心這堵住是人命 我知道中央也其實很想用國產疫苗 日本韓國都沒有辦法自己生產疫苗 我不是說台灣不行 但是要把國家的命運堵在這個上面 台北市政府之後被逼到沒有辦法 那當然只要自謀生路 真的必要的時候的話 我還是選擇要接受 因為這真的是關乎全台灣省人民的問題 南投縣長說要拿預備金行文中央說要向大陸代理商購買BNT 一年說來 政府洗腦百姓台灣防疫好棒棒 說疫苗根本不及 如今殘酷的死亡和確診數 狠狠撕破蔡政府國王的新衣 記者程序徐國豪SNG小組台北報導